海外党媒日前披露江泽民在卫时强烈反对发展航母的内情 可能暗示将多次从前苏联国家购买未完工或退役航母的目的不纯 江泽民被指引害怕自己充当克格伯特工的历史曝光 多次向前苏联国家出卖国土 并大了购买这些国家淘汰的破旧军备 2月11日 编辑部设在北京的海外党媒多维王引述军方人士透露 2004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 即将交出军权的江泽民与胡锦涛9995工程 均被发展计划有过一次对话 当时在讨论军方2万亿的装备拨款时 江泽民曾提到自己多年以来都反对部署航母 还曾为此撤职海军副司令员 报道说1980年代和1990年代 对于继续发展和潜艇还是航空母舰 中共海军内部乃至中共高层曾经出现分歧 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曾在三项军委陈情 力主发展航母和新一代核潜艇 报道还提到 中共1990年代构近的乌克兰建造瓦良格号航母 终于在2012年交付海军服役 报道中提到的刘华清 被指邓小平安排看管江泽民的监军 江泽民掌权后 将这些老军头全部逼退 另外 报道揭露江泽民一直强烈反对发展航母 自然令人怀疑将在卫时 从俄罗斯和乌克兰等国购买多艘航母的动机 据公开资料 中共海军的辽宁号航母 原为计划服役于苏联海军的李嘉号 1988年11月下水 1990年7月更名为瓦良格号 苏联解体时归属其建造地乌克兰所有 但当时处于67.3%的完工状态 未能建成服役 之后也一直被弃至海岸 1998年江泽民当政时期 中共出自购买了瓦良格号 但因为运输问题被土耳其阻挠多年 直到2002年才运回中国大连 但一直被搁置 2005年 即江泽民现任军委主席的次年 才由大连造船厂对其进行续建及改造 在瓦良格号之前 中共还曾购买过基辅号和明斯克号 两艘俄罗斯航母 这两艘航母都是江泽民当政的 1990年代末构近 但都改造失败 最终不得不改成工人参观的军事主题公园 当年俄罗斯出售这两艘航母时 都因为经济原因无力继续维护 以让这些航母退役多年 其中 明斯克号是中共从韩国公司手中转手购进 而基辅号则是从俄罗斯直接买入 据江泽民旗人一书披露 2000年8月 江泽民耗资其千万人民币购买的基辅号 抵达天津港 中共专家们以为能从中得到技术情报 结果发现原有参考价值的东西全部被泄光了 军方大呼上当 纷纷向老军头们告状 干了蠢事的江泽民 更加没有安全感 书中还指 江泽民1991年访问俄罗斯时 为了拉拢与俄罗斯的关系 稳固自己的权利 不惜一切代价讨好俄罗斯 将对中俄边界毫不在乎 同意重新进行中俄边境勘测 此外 苏联军队1945年突袭东北时 获得土肥原险外的全部特工系统档案 其中包括江泽民在南京日委政府参加青年盖训班的档案 后来 江泽民流血苏联时 克格勃发现了江泽民充当汉奸的历史 便威逼利诱将其发展为远东局客户 江泽民访苏时 克格勃还精心安排江巧玉当年的苏联色情间谍 江泽民的旧情人克拉娃 江明白自己过去的一切把柄都在克格勃手里 因此心知肚明的乖乖旧范 秘密把相当于几十个台湾面积的有争议国土 实际上是被抢占的中国领土 拱手送给俄罗斯 此后 江泽民集团还与多个前苏联国家签署秘密协议 放弃了沙皇俄国和前苏联强占中国的大量领土 同时 江泽民还当起了前苏联国家的军火批发商和前客 黑箱作业 大量购买俄罗斯等国的各种军事武器和装备 且不断增加定额 从飞机 大炮 导弹 军舰 潜水艇到航空母舰 大多是退役 淘汰的破旧装备 其中包括十艘潜水艇 结果十艘都在修 中国媒体南方周末有两篇调查报道在已经上版的情况下 被强行撤稿 同时该媒的提总编译被免职 这两篇报道主要披露了中国大型企业海航高负债 低收益并购的扩张经营手段 以及其发生资金危机的起因与现状 报道被撤稿后 其记者粉而在网络上公开报道全文及记者手记 但很快又被迫删除 南方周末资深记者黄和与同事王维凯 合作撰写的调查报道海航又闹钱荒以及海航危机时 2月8日在已经上版的情况下被无故强行撤稿 黄和随即在网络上公开来自己撰写的报道全文 以及海航调查报道手记 他表示欢迎网友们在不修改原文内容 并保留作者署名的前提下转载该文内容 并声明自己愿意对报道原文中的事实陈述与价值判断承担权责 据了解 上述两篇报道披露了海航集团有限公司 海航集团出现的财务危机 指海航集团今年第一季可能面临人民币150亿元的资金缺口 并描述了海航集团如何从1989年只能买飞机零件的有限资本 在巨额亏损的情况下通过宣布破产 借债并购 上市圈钱等手段 利用中共金融制度的漏洞而获得迅速扩张的海航模式 该报道讲述了海航集下的天海投资 以空手套白狼式的跨境并购 使得其总资产在两年内暴涨18倍 从127亿元膨胀至2314亿元的内幕 指其以远超过自身资本能力的高负债方式 扩张所产生的泡沫目前正面临破裂的危险 报道还指出 中国多家券商与研究机构 对海航集下公司的这种高负债 低收益并购的扩张经营风险竟然都是而不见 这些现象也令人不解 黄河在网络上公开的手机中 除了涵盖上述两篇报道的内容外 还披露了黄河本人决定将稿件公布上网的新路历程 他认为重大且涉及公众利益的事实真相 既已诞生便需公诸于众 这既是记者的天职 也是公民的本分 黄河表示 这个报道因篇幅所限 还有更多的局部分析没法展开 比如国开行的角色 地方政府的角色 外资投行们的玩法等等 上述文章在网络上公开后不久 黄河集在同事劝说之下将文章删除 不过相关内容已被网友们大量转载而广为流传 据台湾自由时报报道 有数名消息人士证实 就在黄河等人的稿件被撤的同时 原南方周末总编辑段公伟也被免除总编辑一职 将由前总编辑 现任南方杂志社总编辑王威接任 消息人士同声明 段公伟这次的调动上不清楚是否与撤稿事件有直接关系 另据港媒香港01网报道 海航集团2月9日宣布 该集团与中信银行在北京签署了战略合作协定 中信银行将为海航集团战略授信200亿元人民币 并量身定制综合金融服务方案等 报道引述中国历史学家张立凡的观点称 海航集团很可能是中共的党产 他在推特上发片说 若非超级党产 能否获此超国企待遇 美国佛罗里达州联邦参议员卢比奥 5日敦促该州四间大学和一所高中关闭孔子学院 孔子学院被指中共挂羊头卖狗肉 借宣传孔子之名搞大外宣 对外输出中共红色文化 扩大中共政治影响 美国情报官员认为 这是中共说服对手的战略 掩盖其入侵他国的野心 美国之音网站7日报道 美国佛罗里达州联邦参议员卢比奥 在公开信中指出 孔子学院以教授中文和中国文化 作为扩大中共政治影响力的工具 让人担心中共利用孔子学院和其他手段 企图影响外国教育机构 对中国历史与当今政策的批评性分析 公开信指出 全美目前共有一百多个孔子学院 这些研究机构受到中共教育部 一个分支机构的监督 被要求只能传授中共政府和共产党 明确批准的中国历史 文化或实事的版本 但在内容上存在扭曲成分 而孔子学院的教员 绝大多数由中共教育部聘请和训练 中共人员通过孔子学院 渗透到外国学术环境中 自我审查的情况 在课堂上屡见不鲜 公开信强调 中共积极地渗透到美国的教室 扼杀自由的提问 颠覆海内外的言论自由 尽情考虑终止和中共的孔子学院协议 这封公开信寄给了 包括北佛罗里达大学 西佛罗里达大学 南佛罗里达大学 迈阿密戴德学院 和塞浦莱斯湾高中等五所学校 2017年4月份 全美学者协会就曾发表一份 关于孔子学院情况的报告 接中共通过孔子学院 向海外输出其意识形态 干预美国高校学术自由的实际状况 报告呼吁所有开办孔子学院的 美国大学都应将其关闭 同时 他们还举行了获奖纪录片 假孔子知名的美国首映式 中共从2004年开始 在海外创办的孔子学院 一直被视为中共向国际社会输出 渗透中共党文化 意识形态的一个载体 孔子学院中的一些中方人员 还富有在各自地区 为中共搜集情报的职责 目前全球至少有500个孔子学院 和1000个孔子课堂 其中全美共有103所孔子学院 以及501个孔子课堂 中共通过官方机构汉办 为孔子学院提供资金 书籍以及教师 其中包括每所学院 10至20万美元的启动资金 还有每年数万至数百万美元 不等的活动经费 全美学者协会推出的 假孔子知名 深入探讨了孔子学院 在国际备受争议的现象 影片揭示 孔子学院是中共政府 耗资数十亿美元打造 并在国外大学校园内 教授汉语的机构 海外许多大学教授 学者 安全问题专家等 批评孔子学院损害学术自由 是中共政府推广软实力 提高影响力的政治工具 中共在一年之争 就会出十几亿人民币 撒到国际社会 我们收到约1亿美元 的文件和材料 如果您能够开 这些设计全世界 你会有影响 你会有选择 你会有选择 孔子学院 很多人都在问我 你是这个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为我们想扩大我们的影响 他们想看到一个结果 我看不见 这个谈论 我不会继续 如果您想继续 继续谈谈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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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被投到监狱里面去 所以到最后就还是钱了 我希望你能够证 没有人会会发生 像我一样 他们计划在世纪 这就是肯子 是贡献 不是贡献的贡献 在股献的贡献 如果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的贡献 这些东西应该是终于 终于终于 永远被杀 因为我尊重 自由的语言 最后的自由 自由的信心 自由的信心 我祝你 我希望你能够订阅 这些计划 今晚 香港雨伞运动的主要组织者 黄之锋等三人 2月6日上诉获胜 有分析认为 此次胜诉暗藏玄机 这意味着习近平的人马 十九大全面上位后 逐渐掌控局势 并且开始平息江派部下的香港乱局 此前有消息称 江派员常委张德江曾试图利用雨伞运动搅局习近平 结果遭习严厉训斥 2014年雨伞运动之后 香港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 学延前秘书长周永康及前常委罗关聪 被以非法集结的罪名分别背叛社会服务令及缓刑 港府不满上诉 三人被上诉庭改判及时监禁6至8个月 三人最后上诉至终审法院 2月6日 三人上诉获胜 终审法院认为 该案件具有独特性 不宜引用判刑新指引 更不能以此追诉三名被告 因此判三人上诉获胜 维持原审判处社会服务令及缓刑的刑罚 黄之锋三人判决后表示 虽然上诉获胜 但判决忽视了中共人大扼杀香港普选的制度暴力 他们并强调雨伞运动是和平非暴力的公民抗命 此前港媒前哨杂志报道 2014年10月3日雨伞运动进入第六天 香港黑帮成员与外围组织以反战中名义袭击 围攻参与香港雨伞革命的民众 强行拆除现场的帐篷 横幅等并辱骂抗议民众 甚至当街非礼支持和平战中的女市民 这种暴力恶行持续了两天 消息称 这些暴行的实施 系中共将派常委张德江 香港特首梁振英策划 2014年10月末 习近平的国安委曾在北京召开会议 专项解决香港问题 会赏习斥责暴力反战中誓自报其丑 叙斥以张德江为最高领导的中共港澳领导小组 据中共一名高官表示 中共高层早有察觉 18大以来张德江一直明理案例给习近平搅局 如在废除劳教制度 剥夺行不上常委的特权等事情上 百般阻挠习近平施政 特别是作为香港事务的最高主管 把香港搞成1997年以来最大乱局 也是张德江故意搞乱香港 向习近平当局发难 港媒报道称 2014年11月10日至11日 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在北京市举行 期间习近平接见到北京出席 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香港特首梁振英 当时习近平已打算收回至港权 亲自执掌 江泰原常委 人大委员长张德江控制的中共人大 2014年6月10日抛出香港白皮书 8月31日通过香港正改框架的决议 引发了香港民众争取真普选特首的抗争行动 9月28日 香港和平战中正式启动 香港警察以催泪弹及胡椒喷雾镇压和平示威的民众 激怒港人 战中演变成雨伞运动 作为中共江泽民集团在香港的代理人 当时的港手梁振英在雨伞运动中一直执行江泽民派系的指示 始终强硬打压和平示威民众 据消息人士称 梁振英、张德江等江泽民集团人马 想在香港制造一场六四流血镇压 设局逼习近平下台 但计划最终流产 当时习近平派出大量特工 包括在梁振英身边一安插了习的人马 参与制定决策 多个消息管道都直接会报到北京 据悉习近平亲自致电梁振英 不准开枪镇压 说香港不是北京 否决了武力清场镇压的建议 当年警方清场时 拘捕了247人 三年后 部分学运领袖被改叛入狱 黄直锋、周永康、罗关聪 也成为香港民主运动史上 首批入狱的政治犯 中共十九届三中全会将于2月召开 讨论向两会推荐的国家机构领导人员建议人选 港媒爆料 新一届中共副总理与国务委员名单中 包括韩正、孙春兰、胡春华、刘克、王毅、魏凤和、赵克志等 2月5日 香港星岛日报称 新一届中共副总理将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韩正 原中共中央统战部长孙春兰 原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 中共中央财经办主任刘鹤担任 张高丽、刘延东、汪洋、马凯等4名中共国务院副总理 将于中共两会上全部现任 中共两会、人大、政协定于3月份召开 至于中共国务委员人选 除了中共外交部长王毅 还将包括中共中央军委委员魏凤和 将现任国防部长的新任公安部长赵克志 现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孝杰等 报道称 中共19届三中全会预料将于2018年2月召开 敲定系列人选 包括中国国家主席、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人大委员长、副委员长、政协主席、副主席、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院院长等提交两会通过 习近平1月30日主持召开政治局委员学习时 刘鹤等9名政治局委员上台发言 当时就有分析说 9人中6人是省、市委书记 其他三人可能是中共下届副总理 6名省 市委书记包括 上海的李强、北京的蔡奇、重庆的陈敏尔、天津的李鸿忠、广东的李希、新疆的陈全国 其他三人包括 习近平的经济智囊、现任中裁办主任、发改委副主任的刘鹤 目前无兼任职务员中共中央统战部长孙春兰和原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 此前 多家媒体也曾披露 刘鹤、孙春兰、胡春华可能是下届的中共副总理人选 其中刘鹤可能接替马凯的职位 分管金融、工业和交通 胡春华可能接替汪洋的职位 孙春兰将接替刘延东的职务 分管教科文卫等 按照中共惯例及最近中共政治局常委的活动动态 排名最末的江派常委韩正将接替江派前常委张高丽的职位 出任中共第一副总理 对此 有港美分析说 中共国务院这个新的帮敌有不少缺陷 除刘鹤是经济方面的专业人士之外 韩正、孙春兰、胡春华恐怕都是财经工作的门外汉 让他们统筹大陆全国经济社会发展 恐怕就力不从心了 指 江泽民1991年访问俄罗斯时 为了拉拢与俄罗斯的关系 稳固自己的权利 不惜一切代价讨好俄罗斯 将对中俄边界毫不在乎 同意重新进行中俄边境勘测 此外 苏联军队1945年突袭东北时 获得土肥原显二的全部特工系统档案 其中包括江泽民在南京日委政府参加青年盖训班的档案 后来江泽民留学苏联时 克格勃发现了江泽民充当汉奸的历史 便威逼利诱将其发展为远东局特务 江泽民访苏时 克格勃还精心安排江桥玉当年的苏联色情间谍 江泽民的旧情人克拉娃 将明白自己过去的一切把柄都在克格勃手里 因此心知肚明的乖乖就范 秘密把相当于几十个台湾面积的有争议国土 实际上是被抢占的中国领土 拱手送给俄罗斯 此后 江泽民集团还与多个前苏联国家签署秘密协议 放弃了沙皇俄国和前苏联强占中国的大量领土 同时 江泽民还当起了前苏联国家的军火批发商 和前客 黑箱作业 大量购买俄罗斯等国的各种军事武器和装备 且不断增加定额 从飞机 大炮 导弹 军舰 潜水艇到航空母舰 大多是退役 淘汰的破旧装备 其中包括十艘潜水艇 结果十艘都在修 中国媒体南方周末有两篇调查报道 在已经上版的情况下被供海军的辽宁号航母 原为计划服役于苏联海军的李佳号 1988年11月下水 1990年7月更名为瓦良格号 苏联解体时归属其建造地乌克兰所有 但当时处于67.3%的完工状态 未能建成服役 之后也一直被弃至海岸 1998年江泽民当政时期 中共出自购买了瓦良格号 但因为运输问题被土耳其阻挠多年 直到2002年才运回中国大连 但一直被搁置 2005年 即江泽民现任军委主席的次年 财流大连造船厂对其进行续建及改造 在瓦良格号之前 中共还曾购买过基辅号和明斯克号两艘俄罗斯航母 这两艘航母都是江泽民当政的1990年代末构进 但都改造失败 最终不得不改成工人参观的军事主题公园 当年俄罗斯出售这两艘航母时 都因为经济原因无力继续维护 以让这些航母退役多年 其中 明斯克号是中共从韩国公司手中转手构进 而基辅号则是从俄罗斯直接买入 据江泽民其人一书披露 2000年8月 江泽民耗资其千万人民币购买的基辅号 抵达天津港 中共专家们以为能从中得到技术情报 结果发现原有参考价值的东西全部被泄光了 军方大呼上当 纷纷向老军头们告状 干了蠢事的江泽民 更加没有安全感 书中还做自身资本能力的高负债方式 扩张所产生的泡沫目前正面临破裂的危险 报道还指出 中国多家券商与研究机构 对海航旗下公司的这种高负债 低收益并购的扩张经营风险竟然都是而不见 这些现象也令人不解 黄河在网络上公开的手机中 除了涵盖上述两篇报道的内容外 还披露了黄河本人决定将稿件公布上网的新路历程 他认为 重大且涉及公众利益的事实真相 既已诞生便需公诸于众 这既是记者的天职 也是公民的本分 黄河表示 这个报道因篇幅所限 还有更多的局部分析没法展开 比如国开行的角色 地方政府的角色 外资投行们的玩法等等 上述文章在网络上公开后不久 黄河即在同事劝说之下将文章删除 不过相关内容已被网友们大量转载而广为流传 据台湾自由时报报道 有数名消息人士证实 就在黄河等人的稿件被撤的同时 原南方周末总编辑段公伟也被免除总编辑一职 将由前总编辑 现任南方杂志社总编辑王威接任 消息人士同声明 段公伟这次的调动上不清楚 是否与撤稿事件有直接关系 另据港媒香港01网报道 海航集团2月9日宣布 该集团与中信银行在北京签署了战略合作协定 中信银行将为海航集团战略受信200亿元人民币 并量身定制综合机 海外党媒日前披露江泽民在卫时强烈反对发展航母的内情 可能暗示将多次从前苏联国家购买未完工或退役航母的目的不纯 江泽民被指引害怕自己充当克格伯特工的历史曝光 多次向前苏联国家出卖国土 并大料购买这些国家淘汰的破旧军备 2月11日 编辑部设在北京的海外党媒多维王引述军方人士透露 2004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 即将交出军权的江泽民与胡锦涛9995工程 均被发展计划 有过一次对话 当时 在讨论军方2万亿的装备拨款时 江泽民曾提到自己多年以来都反对部署航母 还曾为此撤职海军副司令员 报道说 1980年代和1990年代 对于继续发展核潜艇 还是航空母舰 中共海军内部乃至中共高层曾经出现分歧 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曾在三项军委陈情 力主发展航母和新一代核潜艇 报道还提到 中共1990年代构近的乌克兰建造瓦良格号航母 终于在2012年交付海军服役 报道中提到的刘华清 被指邓小平安排看管江泽民的监军 江泽民掌权后 将这些老军头全部逼退 另外 报道揭露江泽民一直强烈反对发展航母 自然令人怀疑将在卫时从俄罗斯和乌克兰等国购买多艘航母的动机 据公开资料 终于强行撤稿 同时该媒的提总编译被免职 这两篇报道主要披露了中国大型企业海航高负债 低收益并购的扩张经营手段 以及其发生资金危机的起因与现状 报道被撤稿后 其记者粉而在网络上公开报道全文及记者手记 但很快又被迫删除 南方周末资深记者黄和与同事王维凯 合作撰写的调查报道海航又闹钱荒以及海航危机时 2月8日在已经上版的情况下被无故强行撤稿 黄和随即在网络上公开来自己撰写的报道全文 以及海航调查报道手记 他表示欢迎网友们在不修改原文内容 并保留作者署名的前提下转载该文内容 并声明自己愿意对报道原文中的事实陈述与价值判断承担权责 据了解 上述两篇报道披露了海航集团有限公司 海航集团出现的财务危机 指海航集团今年第一季可能面临人民币150亿元的资金缺口 并描述了海航集团如何从1989年只能买飞机零件的有限资本 在巨额亏损的情况下通过宣布破产 借债并购 上市圈钱等手段 利用中共金融制度的漏洞而获得迅速扩张的海航模式 该报道讲述了海航旗下的天海投资 以空手套白狼式的跨境并购 使得其总资产在两年内暴涨18倍 从127亿元膨胀至2314亿元的内幕 至其已远超过